SNH48第五届总选,依然是粉丝圈的狂欢,路人圈的直瓜,但今年比起往年来说,路人关注度更高,关注点也更明确,李亦彤会不会的第一。 第一,去年总选上,李亦彤拿到第二后的发言火药味十足,把野心明明白白写在脸上的模样刚开始圈了很多好感,但也有一些网友并不买账,觉得太凶残。 再加上接下来自黄婷婷,骂CP等,唱歌出货现场等一系列审操作,李亦彤虽然得到了第二,路人圆却降到了底点,甚至很多路人表示,要给最佳黄婷婷投票。 看李亦彤兑现得不到第一就现场败黄婷的诺言,但今年李亦彤的票数,还是预期绝成,以40万家的票数拿到了总选第一,因为路人圆不会出钱,而追SNH48的入门门槛,就是要真金白银的花。 前,不了解的路人会有误解,以为总选是48个人的排名,其实SNH48偶像年度人际总选指是SNH48 Group成员的人际排名,重点在于SNH48 Group不等于SNH48 SNH48 Group旗下有5只姐妹团, SNH48上海,BEJ48北京,TNZ48广州,1248沈阳,CKG48重庆,所以总选其实是5大团体共3030成员的竞争而残酷点就在于,能得到关注的其实只有前几名总选前三名被称为玉三家,是整个团队下一年活动的焦点和核心。 前七名被称为神七,享受掌声和赞美,前16名被称为Top16,也可以叫选堡足,是队伍的中间力量第四届总选结果,按照排名,16人为一组,三组48名就是所谓48的来源,进入48才刚刚算入圈,虽然去年入圈可大到四组66人,但今年分团就有30个人入圈, 可想而知竞争有多激烈竞争激烈,但规则其实简单粗暴又公平,就是出签杂票,经纪公司汇出投票一批,普通版七十八元一张,附带一张投票券,标准应援版五百八十八元有十六票,成员应援版一千六百八十元有四十八票,还有五元零点一次投票权的电子票,相当于五十元一票FNH48半全的黑化, 你签了几个大盘,就是指你买了几张一千六百八十元的一批给爱豆投票,看起来是不停住钱就行,但也要讲究策略,一千六百八十元的一批显然最划算,所以后援会一般会向粉丝集租,然后统一买判投票, 还有西南路人反票,家票刺激票仓等等,很是不简单,按最便宜的一千六百八十元四十八张票算,平均下来一票是三十五元,李毅通这次总选得到四十万家的票,相当于是粉丝用一千四百万甚至更多,把自己偶像推上了一位,而今年总选前六十六名组票数为二百九十七万票, 折合成人民币已经超过一亿,如果在算上剩下参加总选的二百三十七名成员的票数,以及总选选的周边,握手会,广告,直播等等,总选选收入甚至能逼渐量,一粉丝公开集资统计菲尔,本丝自媒体 at SNH48角色版所以,对比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,SNH48总选猜, 真正是一场金钱的狂欢狂欢看似不理性,但其实是养成戏偶像的必然,因为接下来一年自家偶像的出境率,包括音乐,推广,影视,大言,综艺五大块的资源都基本由这次总选,决定比如两次登顶的居静一,就是公司强推的S,solo单曲每一天,综艺全员加速中,影视剧云西传等,影视歌全面发展, 还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单杯,不用再参加总是路人经常会疑惑,明明很少在电视上看见SNH48的成员,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死忠本愿意出这么多钱? 其实这就是次18系最成功也最不可替代的模式SNH48,有自己的剧场新墨剧院,每周三到周日都会有一个群进行一场完整的公演,340个席外的剧场不大,最低80元最高168元的票价也不高,目的就在于要本次和偶像能亲密接触握手, 或更是让本次能直接和偶像对话,建立起强烈的感情联系,看着一个小女孩,从什么都不会到站上发光的舞台,这种量成的参与感,和为了支持一个人而一起努力的气氛, 让这些粉丝的粘性都很高很多粉丝,甚至把偶像的事业发展,当成自己的责任,因为我从你这里得到快乐,也希望自己能让你也快乐,还是一种能量循环的感觉。 所以路人眼里什么都不会得李亦彤,反而是最能代表样重新游戏精神的人梦想,汗水,坚持的口号,梦想高杯,砥砺千辛,的总学主题,都能看出来,在这场游戏中,唱得好不好,跳得好不好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而李亦彤手拿的,就是大家最爱看的《缅席剧本》。 17岁参加招募落选,18岁重新来过,好不容易成为SNH4827生,但颜值,唱功,舞蹈都一般,只能在队里担任替补的替补,偶尔在公演正式开始前的难产表演中,出场在SNH48成立之初,公演几乎意味着全部的曝光机会,令曝光的李亦彤没有自我放弃, 开始的微协剧段子,回谐自嘲堪称女版学之前,又才有事又逗逼吸引了很多粉丝,这种没有录自己硬创一条路的励志桥段,让李亦彤彤笑凑名,逆袭成总学弟友,成为当年最大的黑马第一年入学神期,第二年就进入玉三家,发言时,就算你曾经身处最深处的谷底, 只要你相信自己,你肯努力,抓住机会,总有一天,你也蒙到这个位置来,完美抓住了粉丝的心理,但只有你息是不够的,还要有被打压后的艰难反抗,正好李亦彤又有第三届总选拿到第二后,李亦彤却一次被公司打压,并没有拿到属于自己名次,该有的资源本次列表证明, 李亦彤全年只有一部网剧的女5号,连NV都要自己出钱找地方拍,而第三名黄平田却在急速前进,吐槽大会,当热门综艺都有超高的出镜率,甚至还发现SNH48公司的邮箱,单单屏蔽了关键资历,以此故意打压她的资源,所以才有上级总选时,李亦彤不甘心的发言,没错,这一年我过得不尽如意, 即使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,也会拼尽全力杀到最后一刻,这段在路人眼里狂暴凶狠的话,在粉丝心里却是对自家偶像,身处逆境不放弃的满满心疼,不哭哭啼啼,把门很倔强的样子,最能激发粉丝战斗力,今年是要保偶像登顶的决心本就很强,中间流出了一次公司,给黄婷婷挂拆的事, 直接让李亦彤粉丝疯狂投票,最后总票数只超去年第一名决定一和今年第二名,黄婷婷三万票这个第一,是养成戏偶像的典型,也是四十八戏模式的典型, 对于刚结束一场敖战的李亦彤和粉丝来说,正是狂欢的时刻在每个世界都有他的法则,要呈现内部的万众瞩目,依然只是娱乐圈这个大世界的边缘, 只静一跨切刚刚出村,路人员奇差的李亦彤,又要怎么开始,新的战争,闹在四十八戏的世界里,经未分明,用钱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快乐, 但出村之后,金钱不再是唯一而有效的门槛所以,真正该狂欢的是四十八戏模式,而不是李亦彤, 这场看似取得极大胜利的战斗,也只是下一环节,进入娱乐圈的一个开始。